這個故事雖然讓人覺得不可思議 但是完全是事實 1893年在德州經營霍尼克洛烏牧場的亨利 藉格蘭特結婚之後 又喜歡上了另外一個名門貴獸 藉格蘭特感到十分苦惱 於是對愛人梅莉開始感到厭惡 她對愛人怎樣都看不順眼 覺得她既長得難看又沒有趣味 一點都不可愛 整個人沒有一些價值可以讓她欣賞 這個時候的直日蘭特已經完全忘記了自己 當初是怎樣追求現在的妻子 正恩說是這樣 直日蘭特對待自己的妻子十分冷淡無情 經常無故打罵妻子 這樣就讓可憐的梅莉 經常獨自哭一 她不知道究竟發生了什麼事 她也不知道丈夫為何不愛她 終於有一天 梅莉傷心地自殺身亡了 梅莉的兄長對於直日蘭特的行為感到無比憤恨 她知道是直日蘭特開到梅莉自殺的 她發誓要為梅莉報仇 於是有一天 梅莉的兄長就帶著手槍向直日蘭特開了槍 子彈從直日蘭特的臉盒拆了過去 擊中了身後的一棵大樹 但是梅莉的哥哥以為自己殺死了直日蘭特 接著就舉槍自殺 直日蘭特終於和自己心愛的人在一起 事情經過了二十年之後 有一天直日蘭特要將一棵大樹撼倒 但是因為樹太硬很不容易撼倒 於是她就用炸藥來炸 當然直日蘭特沒有忘記 二十年前從臉壺上擦過的角火子彈 仍然留在大樹上 她做好一切準備之後 就點燃炸藥 當炸藥爆炸的時候 波及了這一顆陷在樹上的子彈 她彈了出來 剛好擊中了直日蘭特的頭部 直日蘭特終於一鳴护腹 命運讓直日蘭特 都是死在這一顆子彈之下